星期三晚的沈大師講投資 上星期的試播 星期三、星期五 試播那兩集的內容主力是講騰訊 接著是講大市和我覺得將會發生 所以我急急於上星期做兩集 第一集就是分析騰訊的業績是不值的 說這隻股票真的不值上四百多元 當然內容你可以重溫 或者看一看 因為價值的判斷是比較專業的基本分析 但你們在外面 坊間聽回來的 全部都是拿大數 比去年多多少 這件事很厲害 王者榮葉很厲害 那件事也很厲害 股價可以很無敵很厲害 不是這樣 真正的分析不是這樣 而另外就是 上個星期 我也記得跟大家說 這個星期的重點就是沽一隻港交所 因為港交所停留在價240元附近的位置 其實也是不值的 而他的股價很多時候都會因應股市的情況 譬如說升上29,000他就升一級 升了30,000他就升到250多 跌下來 1,000點 他應該股價應該要移回10,800元 這個星期 我自己估計會打穿29,000 但是我猜不到這幾天下得這麼急 下得到28,000邊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或者為什麼我看得這麼淡呢 因為我也看到一些因素在發生 外面也一直說 小心就是美國通過稅改方案之後就會反高潮 你看到通過完 星期一高開道指300多點 跌下來只有50多點 昨晚就跌百多點 即是說這個稅改方案通過了 就是做頂建制 這下做頂好像港股做頂那下 就是上30,200那天之前 在夜期做了31341這個高位 殺了那陣倉 就殺下來 你想想如果你是沽了旗子 被大戶這樣夾上去 31,300 被人打了一張淡倉 今天的恆生指數是28,200 3000點 15萬一張 這樣就糟糕了 800張 多少錢呢 所以有時候 你不可以否定一件事 市場是有做事 夜期是幫大戶做事的 這件事我一直都說 港交所做的事 所有這些事 其實就是幫到大戶做事 多過保障我們香港的散戶投資者 接下來的市場如何呢 先介紹一下這個節目 今晚的節目開始 就是我們開始收費了 但是我都希望把部分內容 剪輯 擺照擺上YouTube 因為上兩集 擺上YouTube的反應非常之好 當然好的就是看的人多 但也有一個好的情況 就是很多人罵 我不知道他們罵過什麼 但問題 這件事我都習慣了 你不說真話 你不說不直言說一些東西 你就不會得罪到人 不得罪到人就不會被人罵 對嗎 從今天開始 接下來的13集 一個季度計算是收費450元 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D100.NET申請 或者去上還MTR E2出口的D100專門店 那裡繳費就可以了 當然你可以付錢來聽 不付錢的話 我們都會放上YouTube 大部分 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 過去我講 這個節目一定是有教育的角度 在給大家 我不喜歡做的節目 只是給提示 給Number 告訴你哪一隻升哪一隻跌 我要做到的就是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看這隻跌 騰訊全世界說好 我說不好 我要告訴你為什麼 我怎樣看他盤數 怎樣預視他未來的情況 當然這些基本因素 是會中線長線慢慢反映出來 但是在短期 你說他業績不好 他就夾上440元 沒錯 就是這樣 這些就要靠技術分析來幫忙 來調節你那個部分 但是上得440又如何呢 一樣要下340元 我經常拿一個例子 就是 巴菲特沽中石油是12、3元 夾上18元 你說他錯嗎 我絕對不覺得他錯 因為他覺得中石油是5元 樓上的 那就全部沽了 結果真的 十年來都會上12、13元的位置 他的分析有沒有錯 沒有 但是如果你是追逐一個短線的炒上落 是 有時候你會中 但是有時候 你就迷失了的時間 中伏的機會就有在 那 騰訊 這次就都幾傷了 那我覺得呢 這一刻要的事情 調節你自己的投資策略 都不放的 正如我這樣說 這幾個月 我不斷跟大家說 多持現金 甚至乎持現金 不要拼命 為什麼 你看看這個星期這樣跌 過去這個星期 說一聲 真的五六天就搞你 接近兩千點 指數都不重要 有些股票 一搞就搞了你20% 由高位計 那你如果盲目去做追逐 因為坊間你知道 有些人教你 就是怎樣 教你去拼命 這些人教你去拼命 理由就是因為什麼 理由就是你過去這段時間沒有拼 別人賺錢 你不賺錢 其實 大家做這麼多人都知道 騙徒的手法是什麼 就是刺激你的貪念 刺激你的妒忌之心 引起你的玻璃心 令到你恨 恨別人羨慕別人 你買就賺很多 那就推你去死 有些人可以做到說 拿著現金一輩子拿兜 或者一輩子窮 你不去搏 你的投資審慎 就一輩子捱窮 你說這些說話 當然不能激我 但是你會引導很多人去追貨 好了 當你在高位 騰訊四百元樓上 四百一四百二 你去追了 你聽到別人這樣說了 大有史 你不買 你就一輩子窮硬了 就是用這件事來踩你 還說什麼 沒有開騰訊沒有開樓 問君能有多少仇 你現在想想 滿倉騰訊 你就仇了 樓 樓市就跟著來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開著樓 你自己的公關能力有問題 你就很小心了 接下來一年 很多事情可以發生 這裏第二部分 我們用基本分析 和大家講的時間 我會整個圖畫 告訴大家 為什麼全世界看得這麼牛 我都看淡 我夠膽看淡 你以為真的是賭的嗎 是不是 是有理由的 但是那些理由 完全被市場上擺開了 遮掩不當的理由 等一下 我會跟大家分析 順便希望有時間 繼續講一些樓市的事情 因為有網友 其實上一集已經講過 叫我講樓市 我答應了他講 但是因為時間的所限 我們這集上半部 我們先用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通街都在 你想想 過去一個星期 講技術分析的人 是不是講好的多 都是那一句 技術分析用來參考 是幫你去摸些位子 你對階著自己一個紀律性的投資策略 但是技術分析 那個前瞻性的判斷不行 而且一定要走出來才知道 你有很多分析 你一定要靠基本因素 來給大方向你 我們先看看市場的圖 恆生指數的圖 上個星期我都用了幾個圖 跟大家研究成交量 走勢 看那四個新股 看港交所 你發覺真的 其實已經有信號告訴你 這些股票正在派出 這就是恆生指數 今天恆生指數跌了618點 收在28,224 28,224的位置 指數跌了600多點 其實今天的跌 早段還沒有 還好像是彈 你要想一下 其實你看回恆子的圖形 由30,200開始 是不是已經在走一個下降軌 有很多人喜歡用的移動平均線 穿了10天線 大家說 外面怎麼跟你說 因為他的心底是好 所以他就說 20天線應該守得住 再穿了20天線 第二條 穿了10天紅色線 接著再穿藍色線 大家都來看50天線 一個一個一個禮拜告訴你 今年50天線 沒有穿過的 四次跌下去 刀碰一碰之後 穿一穿 接著上來創新高 所以買貨就在50天線 今天上午一打穿 不是罵貨 是合下去 因為A股跌了下來 穿了3300 A股也是 過去兩個月 我不知道為什麼全世界看A股看得很好 衝上3400 無力回頭的時間 我都說 A股不用想了 我不是長線看好它 我長線看好它 但是 至少今年 明年 我不會看A股好 至少這兩個月 我看A股是向下走 要試下去3000的位置 基本因素 一會兒 第二節跟大家說 今天一圈打下來600多點 反映了什麼呢 反映了 今天成交不小 你看我在人子圖畫了一條水平的黑色線 那裡大約是28,200 是今天的低位 如果我將它延長下去 你會看到 原來在10月 有一個環境區 28,200是支持位 再前一點 即是9月底10月頭 28,200是一個阻力位 上去都上不了 這些密集區 我們通常作為一個支持位 所以今天跌到這些位置就停一停 但是是否表示要上去呢 不是 是否上去不是看圖 當然 如果他上去 那圖會反映出來 是否上去是看現在發生的因素 好了 今天的成交是大的 是很大的 那就是1627億 大成交 大陰燭 插到落底 那下面呢 要是哪個相對強入指數 那我通常看相對強入指數 我就會畫一條吹韻線 就是粉藍色那一條 其實早幾天已經跌穿了 通常一跌穿 我們會看下 這是一個參考 即是說 現在恒指可以有權在28,200 或者100天線的水平 210多 這些位置反彈 但是彈的力度不夠 再穿 就跌得深一點 所以有很多人問我恒指看多少 如果我用基本因素和消息 現在的情況 我看會有機會再落到27,000 26,800 當然 未必一定明天的 但是你要留意 今天的跌 某程度上 是基金沽貨 外面有很多人告訴你 就是因為要殺牛證 騰訊要殺牛證 恒指要殺牛證 今天就殺光了 所以指數 或者市 或者騰訊 就無力 有因再跌 是否這麼簡單 是否殺牛證 就是可以 是一個D市的主要原因 是否因為多牛證 所以要殺他 所以就強烈 推六百點下來 是否因為殺了牛證 沒有牛證 市就不會再跌 所以就在這裡見底 好像不合道理 要殺牛證 這件事 我應該上個星期有說過 是我第一個說出來的 而這一次 說騰訊要殺牛證 也是我說的 大家知道不知道 外面的人知其言不知所以言 就只是看著指數的牛證 就分略了騰訊的牛證 所以上個星期都不知道這麼嚴重 現在就愚夢初醒 因為我說了 所以每個人都說 你看回所有傳媒 我是第一個出來說 騰訊因為出一隻牛 就沒有一隻牛的街貨 全部賣光 十八隻牛 在說十幾二十億 股 對沖騰訊的證股 在說一千萬股 你想想 一撤中 是否要炸下來便會跌得急 但問題是 撤中那一刻 不是因為他多牛證而撤中 是因為真的有人沽貨 沽貨那些是基金 基金要減遲 那就要下跌了 基金怎麼減遲 大家怕他貴 不過之前不敢減的 就是正在升的時間 我不動 但是當 一有個誘因 一有人按鍵 大家一起爭先恐後去按鍵 你想想 叫你搏到盡 叫你上面接貨 叫你買著騰訊的衍生工具 那個基金經理 昨天說 沽了很多 你上面聽他說 普通散戶 講到齒層層 聽他說來接貨 轉頭你就沽在基金上沽 這樣你就中了招 當然我估計他都沒有沽 但這口就應該挺傷 技術分析 通常RSI相對強的指數 我畫一條趨向線 破那一刻就代表短線向下 你看到三天前已經穿了一條粉藍色線 所以這幾天的市跌是正常的 我們嘗試看另一幅圖 看看騰訊 騰訊很明顯是一個很漂亮的下跌軌 而這個下跌軌 在RSI向下突破 就應該在400元的裂口 那一刻跌下來 通世界叫你400元變 買貨 我也有說 下跌到406元那些位 淡倉吃一吃會做反彈 那真的在402元 彈到410幾接近482 好友就不斷拍掌說 你的反彈強勁 又跌完了 但是我看就彈完再下 結果真的彈完就一個人開落400元 穿了20天線就下去50天線 那看什麼位置呢 我畫那條黑色的水平線 打橫這條 就是畫了在大約350多元的 那這裡是一個很大的環行區 是真的向上突破 炒上去之前 在這裡徘徊了差不多三四個星期 是未破到的 那這個就是阻力位 阻力位現在變成支持位 是短暫支持位 所以如果今天跌到 騰訊已經落到366元收市 如果落到350多的位置 那些位置淡倉會吃一吃的 讓它先彈了 因為我看騰訊彈完之後 最終都要穿 穿了下去之後下面就 免得說這麼多了 免得說這麼深 因為又是被人瞄的 但是為什麼我一直要說呢 我在高位我一定會說 因為我希望制止你們高位去追 我不知道外面的人 是立心不良還是真心交 不斷夾上去 不斷不合你的價錢 不斷叫人買 而我希望可以緩醒多一個人 只有一個 免得那種跌下來 你沒有抱的 你看一下情況 短短幾個星期 就跌了你十幾個百分比 騰訊的RSI也是破了位 向下走 暫時還未到一個轉角的信號 所以我估計還是要試底 但是 總之騰訊出了第四季業績 或者最遲明年第一季業績 就應該很好看 到時怎樣 就等業績告訴大家 反而今天或者這幾天 跌得最傷或者死得最多人 就是另外那兩隻 很多人說蘋果媽寶 就是iPhone媽寶 我們看看下一隻 另一隻就是信譽光學 這裏也可以透過技術分析 教大家兩樣看法 第一 上那個第一個藍圈 上那一刻 很厲害的 破了之前的頂 一百三十七個半 一直扯上去 說業績厲害的 說未來增長空間很厲害 又說iPhone賣得好 那裏的成交是多了的 上去 之後慢慢滲下來 你會看到成交就縮了 在上面徘徊還行 最緊最緊的成交 跟不到了 然後滲下來 穿了平均線 再下來 那五十天線 穿了 這幾天 特別是今天 一棍大成交打穿了一百天線 技術上是紅市的了 我告訴你 信譽已經紅了 之前在高位還要靠什麼呢 入行指成分股 是不是 入得成分股那些 很多時候是短期見頂 接著要下的了 今天這麼大成交 你說不是基金走貨 是什麼 牛熊證 沒得賴了吧 他有多少牛證 他有多少 可能 他沒有牛熊證 只有可能 是不是 這些對沖有多少 難道又說要打他 不是 因為也有一個消息 講蘋果的訂單 或者iPhone訂單 出廠的量 一直跌了 大家知道 炒到九十幾倍PE 是不是 離譜 看完信譽 就看了瑞昇 都要收市托回到二十五元 上一次也是 穿了二十五元 適合到二十五元 二十五元 這個很重要 因為幾次試下去 你看到那條橫的水平線 藍色第一條 之前升到二十五元 跌下來 破了之後 跌下來都要勾上去 這次是第三次在這裡交手 如果明天再站不穩 拉到二十五元 就要朝向另一個目標 就是下面那裡 十八元 什麼好消息都出光了 今天這樣的大成交 也有問題 汽車股的質素算是最好 所以一直高位都徘徊了 我再拿另一隻汽車股 就是比亞迪 1211 下一隻 比亞迪的圖 你會看到我又圈著 比亞迪跟剛才那些不同的 扯上去那一刻的成交很大 然後在上面 回吐下去 黑色線 即是六十五元那些位 再抽到也上不回之前的頂 那個大成交 你上去也上不回 今天又是打穿六十五元的位 也是大成交 但是也不夠之前 大成交的意義 代表在那裡很多人接了貨 也有很多大盤沽了貨 那你現在上面那些成交 全部坐艇 比亞迪這次升上來 當時只是借一個消息 我當時在市場已經力氣聲勢地跟你說 這些人不要相信 他是可以的 做了十幾年電動車 他是龍頭 可以的就是早的業績可以的 不用做傳統的汽油車 舊的燃氣能源車 來到他頂一條數 現在通街都跟他欠緊做電動車 他已經沒有了絕對優勢 你憑什麼炒上去 政策 十幾二十年 那一刻炒上去 很明顯 又是用來散水的 大家回想一下 今年有兩個回合 是搶到大時代 第一個回合就是 八、九月 那時候市場突破兩萬六 上兩萬八千多的時間 大家已經說大時代了 打羅打鼓叫你衝進去 那一刻衝進去 主要強勢股當時就是資源股 騰訊也是瘋 但是你追了資源股 其實到後期市場去三萬點 大部分都坐了艇 內人股都是摸了頂 後來中行摸了頂 後來建行、公行等都抽多一陣 第二個回合就是十月那一刻 破兩萬八千 十月十一月上兩萬九千、三萬 這下你就全部股票追入都摸頂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有時候市場的氣氛 雖然我是看淡早了 雖然市場是在夾著我 但是我仍然堅持 越上越更加要沽 因為市場始終要這樣跌下來 而跌下來呢 我給它叫做漩渦式下跌 是走不掉的 除非你是短炒的炒價 如果不是呢 大部分你都走不掉 這個叫漩渦式下跌 到你跌了這兩千點 你醒覺的時間 其實已經跌下來了 所以要留意一下 我看看後面還有沒有圖 應該就差不多了 第一節來到這裡 就差不多 我第一節主要跟大家說回現在的市場 出現了一些圖形的比較 是技術分析為主的 但是為什麼我仍然繼續看淡 跌了這麼多我還是看淡呢 背後一定是有一個強烈的理由 一些基本因素的支持 以及這些因素 有很多跡象已經走出來了 當然為了英平的話 第二節那部分就留給 參與了我們這個認購的計劃 給了錢的朋友 我們就慢慢跟你拆解 基本分析裡面的重點 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報名參加 參加我們這個節目 沈大師港投資 另外你也可以不明白的 可以上Facebook 沈大師港投資的專頁問問題 今天來說 主要第一部分 講完技術分析之後 其實很多形態上已經很差了 接下來這星期的市場如何操作 以及背後的基本因素 為什麼我會覺得市場不是這麼簡單 今天的節是還沒收工的 人人看好我看淡 我不是亂吹吹水的 背後真的有些東西分析 不過要慢慢體現出來的 我們第二節再去講 希望大家在這些震盪的市場也好 不要氣餒